不好意思 各位 臨時約了客戶 遲到了 我手頭上呢 還有幾個大的項目 如果順利呢 我相信這個季度呢 業績會達到兩位數的增長 好 Cherry 我們正在進行評論 你負責的幾個地區情況 跟他們說一說 好的 現在在我手上 上海地區的銷售業績 跟上個月差不多 主要是 照我手頭資料看 好像是少了三個百分點 上海地區的業績 一直是比較穩定的 升降控制在百分之五之內 都屬於正常的範圍 而我們公司東方區的 大部分重要客戶 都是集中在上海 這和其他有大幅度 上升空間的城市來說 是不一樣的 從表面上看 業績的提升速度 一定是你做的比較漂亮 但是從總體上來講 上海還是占 東方區的主導地位 年紀小 果然膽子也小 要是無法拓展業務 要我們這些Sales幹嘛 所以我現在已經 在跟進中盛集團 那個項目 如果沒什麼意外的話 本季度一定會有 大幅度的提高 夏瑞 那中盛集團那邊怎麼樣 今天我約了王總 但是他臨時有事情 所以 原來你沒約到王總啊 那還讓我們等那麼久 瑞 對於中盛集團這個案子 我有一點我的想法 那好 你說 我聽說他們今年 要在華東六省一市 做大幅度擴展 大家也都知道 他們這個大案子 跟進的不止我們 MPL一家公司 還有其他公司 比如說像惠城 其實也追得非常緊 不過好消息是 王總已經答應 今天下午跟我見面了 但是中盛集團 是BIS在上海的 一直是我們在跟進 對不起 Cherry 我沒有其他的意思 我只是怕 你萬一拿不下這個案子 會對公司造成損失 所以我運用了一點 我私人的資源 約到了王總 其實我也是在幫你 而且是為了公司的 整體利益考量 不過你放心 如果我真的簽到這單 我不介意把我的業績分離一點 謝謝 不用